这时205天,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完成任务回国。 远晚完成和谐使命2018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18日,顺利抵达周山茂金港。 任务期间,医院船完成对巴布拉辛吉内安、瓦努阿图、斐济、汤加、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家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任务。 并精彩让向于致力海军成立200周年纪念活动。 空军飞行任校计交备战上也试图空战对抗。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日前在沿海、低能监督的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交关和学员间的空战对抗。 这是新年开训以来,他们连续组织多种条件下高强度大杂贺的对抗系列之一。 俄两架战机擦撞坠机飞行员台舍逃生搜救进行中。 据俄罗斯卫星网18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日本海上空发生擦动后追击。 飞行员台舍逃生,目前,搜救正在进行,俄立法允许击落民航客机。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国防部日前制定一份政府决定草案,要求允许俄军击落侵犯俄领空包括民航客机在内的任何飞机。 俄专家认为,此举符合国际惯例,美国防部公布反导报告预制新导弹拦截系统。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美国防部17日公布的反导报告中称,该国打算研制能够在导弹的飞行阶段将其击落的拦截系统。 导演,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看今日,潮石不免咒,熙熙成复歌,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 行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人民军队自我革新,主动求变,批拨斩浪,奋用前行,每一个突破,刷新。 历史都用他的如传剧笔记录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刻,从南海海上阅兵,到第二艘航母出海。 成果举时瞩目,从我军首批新军事信业大纲,颁发到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突破有目共睹。 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到全国交通运输航业军人依法优先工作和局形成,举措振奋人心。 这一年,人民军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金思想,强化练兵被战先明导向,提高军事信念实战化水平,国防实力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持续增强。 这一年,国防和军队改革向动身推进,在主要领域迈出历史性步伐,实现历史性突破,取得历史性成就。 这一年,无断浓厚尊重金人的社会氛围,官兵的使命感,获得感,荣誉感显著增强。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行选十大国防新闻,就是希望和大家分享这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成就。 唤起大家对军队,对国防的共同关注,中国这搜复星号,这轮已形至关键行段,体量越大,离目标越近,阻力和风险就越大,越需要更高水平的安全。 国家强大需要强大国防来支撑,而强大国防,需要每一个人积极支持。 1.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11月13日至14日,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深化我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 2.中央军委举行2018年开讯动员大会 2018年开讯动员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讯令,号召全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代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3.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 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展示人民海军展新面貌,激发强国强军坚定信念。 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4.发布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据解放军报4月16日报道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先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实行,同称共同条令,自2018年5月1日起实行。 5.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正式颁发。据解放军报1月26日报道,新中央军委批准。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正式颁发,标志着新体制下军事训练内容体系构建,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为新时代军事训练,提供了重要法规遵循。 6.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 其主要实则是,拟定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 包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待遇保障工作。 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优待抚恤等,指导全国军军优署工作。 负责业势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募维护以及纪念活动等。 需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据解放军报7月11日报道,新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积极适应新的文职人员制度重塑重构特点要求。 以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及配套政策为依据。 坚持需求签领,服务部队急需。 主要招入一批主干专业系列重点关键档位文职人员。 8、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劣势保护法颁布。 4月27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却调表决通过英雄劣劣势保护法。 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这部法律从行政、民事和刑事方面,加强对英雄劣势姓名、肖像、凝育、荣誉的保护。 建立了侵害英雄劣势凝育荣誉的公寓诉讼制度。 制定英劣保护法,表明了我们捍卫英雄劣势的姓名价值导向。 9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经人依法优先工作格局形成。 11月,国家交通运输部、中央经委后期保障部联合部署在全国道路客领领域,开展军人依法优先出行前一保障工作。 自2018年12月1日起,全国汽车客运站、大陆客运搬线经营者在购票、安检、后车、乘车等环节,对军人提供依法优先服务。 此举标志着全国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交通运输行业立体化的军人依法优先工作格局形成。 10、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5月13日,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联造船厂码头取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 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去年4月26日下水以来,第二艘航母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完成了系统设备调试、西装施工和相关协模试验。 具备了出海试验的技术条件。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变,记者胡哲,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 12月12日16时45分,长额4号探测器,经过约110小时奔月飞行,到达月球附近。 成功实施近月制动,顺利完成开空刹车,被月球捕获。 进入了近月点约100公里的环月轨道。 近月制动是月球探测器飞行过程中,以此关键的轨道控制。 飞临月球附近时,探测器通过减速制动,使其相对速度低于月球逃逸速度,从而被月球引力捕获。 16时39分,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发出指令,长额4号探测器,在距月面129公里处,成功实施7500牛发动机点火。 跌5分钟后,发动机正常关机。 根据实时摇测数据监视判断,长额4号探测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近月制动获得圆满成功。 长额4号探测器转时发射,转卸入轨。 原计划在近月制动前实施的三色轨道中途修正。 至于12月9日进行了一次,达到预期目标。 后续,长额4号探测器将在环月轨道运行一段时间,调整环月轨道高度和倾角。 开展与中继星的中继列路在轨测室和导航敏感器在轨测室。 确保探测器最终能进入预定的着陆区。 狭机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 痴情男女表达爱慕之情往往费尽心思。 标新立异。 100年前一个英国小伙子的举动。 至今为人传送。 整整一个世纪前。 压住英国立资交爱抓佛小镇上的一个小伙子。 维克斯泰德lipstick暗恋上了邻村的一个姑娘。 麦莉那里,每天,维克都会沿着一枚的铁路走到麦莉的村子去看她。 每天,维克都会懊恼自己没有勇气表白爱心。 爱之术,有一天,维克在铁路边看到一层山毛鸡bitch,树苗。 她突然来了灵感。 维克把三棵小树苗夹接在一起。 用它们的枝干,编成一个字母N的形状。 N是麦莉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山毛鸡一天天长高,N字也在一天天放大。 终于,耐力明白了维克的心,有情人终成家属。 百年后,一枚的铁路早已拆除,路基变成了乡间小道。 山毛鸡树苗,长成了擦天大树。 维克和耐力多一座古。 但他们的爱情故事,仍然为后人传送。 N字形的山毛鸡,是活生生的见证。 当地人亲切地把它叫做耐力树,爱之树,当地小伙子求婚。 很多人都会选择把未婚妻约到耐力树下。 百年后,维克和耐力夫妇的孙子克里斯伦德·克里斯兰德·克里斯兰提名耐力树, 擦选英国森林管理机构林地信托,Woodland Trust组织的年度名树评选活动。 耐力树以最高票当选英格兰地区的2018年英格兰第一树, England Street of the Year 2018,林地信托负责评选活动的凯利说, 耐力树以最高票当选英格兰第一树, 是因为它的浪漫故事抓住了人们的心。 树,在不同文化下,往往都会被选作表达爱情的代体。 或许是它不畏枯数人寒,毕经风双血雨,生命的年轮与时俱增。 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树盖上刻着的张三艾里斯, 海枯时浪心不变之类歪歪悠悠的字眼, 美好的爱情表达成了树身耻辱的伤疤。 林地信托说,组织年度名树评选的目的, 是提高公众对英伦三岛上的树木的关注, 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和保护它们的重要性。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都选出了当地的年度第一树, 它们每一个也都有着自己的动人故事。 苏格兰的2018年度最佳名树是一棵营叫奈提的银山树, 这棵银山树长在苏格兰最北端西海岸外的埃里斯凯岛上, 埃里斯凯岛地老天荒,中年狂风呼啸。 直到最近几年,这棵百年银山是岛上唯一的一棵树, 奈提树也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 但它不是栽树者,而是守护者。 一百多年前,诗人,牧师艾伦麦克唐纳艾伦麦克奥奥奴在岛上种下了这棵云山, 奈提麦克唐纳艾伦麦克奥奥的房子就在银山旁边, 奈提总是鼓励岛上所有的孩子们爬到树上玩耍, 奈提想听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奈提自己的孩子都已长大并离开了小岛谋生,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带给奈提温心的回忆, 奈提已经去世多年, 奈提的女儿安妮, 几年前带着自己的孩子重新返回小岛, 并在祖屋定居下来, 安妮提名奈提树参选。 她说, 奈提树当选苏格兰第一名树, 会让栽树人艾伦九泉, 下感到欣慰。 毕竟, 艾伦最有名的一首诗是青年之岛, The Island of the Young, 北爱尔兰地区的2018年第一树, 是Castellwellen森林公园里的一棵巨山 Giant Square, 也称红木, 这棵多条树干联体的巨树, 生命是从1853年英国植物收藏家, 从美国加州带回来的一粒种子开始的。 威尔士的第一树, 则是一棵有700年历史的古像树, 英国公众将从这四棵第一树中投票选出一个, 代表英国参加年底的欧洲年度名树, The Europe Day of the Year, 的评选, 英国林币信托组织名树评选活动, 不仅是为了激发公众对树木的兴趣和暗树之心, 还有一个更严肃的目的, 英国林币信托相信, 英国的古资林和传统林币正在受到前所谓的的威胁, 威胁是来自多方面的, 建设开发,并重看,气候变化等等。